一经里面有一个卦 从头到尾拿战争作比喻 我们说经过 自然可以拿它来说 因为万物类像 这个卦象代表万事万物 理都在其中 诗卦代表形式动众 我们看整个这么多阴阳 只有这一个阳 也就是说 这个阳是动力 它是为了阴而战 但是这个阳 居于下围 所以说 被 这个众多的阴 小人 不守规矩的 压到 没有办法 不得已而战 虽然它是为了物质资源 但是它也是问题不大的 如果是下面 那就站就很难了 我们有机会再说 上面 那就不用站了 这个 整个卦 卦死 真 藏人及 不救 也就是说 算 粘 这个事 它是正的 没有关系 我大 我大心 意识 出师 有名 藏人及 有的叫大人及 就是有威望 格局很大 这种人率领 领导这件事 是没有关系 不救 打就是了 那藏人 也可以 就代表 这个女子的 未嫁从父 他爸爸 背后的势力 我们随便可以 想象理解 用现代的解释 那个初遥 就说了 诗出以律 匹赃凶 就是说 出师的时候 发兵的时候 按照规矩 是没有关系的 否则就是凶的 士兵不听令 拿刀战争 乱七八糟 不按照这个初心来 我们是为正义而战 那 这个 就是坏的 还没打 就完蛋了 刚开始 这还没出兵 而二有 就是在师 出兵了 终极 不救 汪三 赐命 在这个途中 也没有关系 这个 不管是 在大本营 的王 还是你行军当中的王 你在三的三令五身 言语 这个军纪 军法 严守我们的初心 使命 是好的 没有问题 六三 师或余师 不管是 你打 还是 胜或败 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自然是凶险 六四 师左四 无救 也就是说 这个六四 是一二三四 第四个位置 阴有 在坤卦 全是阴的情况下 它代表困难无救 也就是说 适当的保守 左四 左代表文 右代表五 能不占 他不占 没有关系 六五 田有琴 立直言 不救 长子率师 弟子于是 真凶 又说 打仗 到了这个位置 已经打到大本营了 军王之位 必然有收获 利于 我当初的 使命的 传达 达成我这个目标了 没有关系 长子 有经验的人 老大 可以 如果是没有经验的 那就当不了 皇上 最后大军有命 开国成家 小人无用 不得了 我 我 不得了 我